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的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治療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元醫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則新聞 美國有一位28歲的男子 近日伸了一個懶腰 就發現了突發性的中風 還要是貧臨死亡 醫生查明了原因之後 就說他頸部通過大腦的動物破裂了 聲稱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中招了 嚴重就不像死亡 但大家聽到剛才我都說 28歲而已 通常我們一般認知 中風都是偏向老人家的疾病 但現在這位病發者 還有醫生說 其實有很多人 不是偶然之一個 很多人都很年輕化的時候 有中風的危險 不是只有老人家才會有這個危機 很多年輕人都不能夠幸免發生中風的情況 醫生可不可以幫我們說說 究竟中風的形成是會怎樣出現 還是我們怎樣留意一下 那就是這些大陸 我經常都看到很多人年輕的 突然之間死亡 通常是心臟病 或是急性的中風 通常都是這樣死亡 你也看到 原來中風在中國已經成為 很多年了 十多年在床上 當然中風是一種急性腦血管疾病 是因為腦部的血管突然之間破裂 或者血管阻塞兩種 一種阻塞一種是破裂的 都是導致血液不能夠引入大腦 而引證腦組的組織是損傷的一種病 所以包括脫血性和出血性的中風 脫血性就是失了 出血性就是全裂了 在中國腦中風是死亡的頭號殺手 約佔總死亡疾病普的22.45% 中國每年有200萬新發的中風病人 而且每年有8.7%迅速增長 哇!這個病發的情況很厲害 是的 所以你不可以說中風是一個 身體質素差或者燃燃關係 其實長期不良的生活習慣 也會引發中風或者其他心腦血管健康的問題 另外一個案例是小王 三十多歲 早上起床突然出現語言不清 柔側的肢體活動不靈 到醫院檢查當然很明顯 就作為一種急性的腦緊死了 當時小王就問了 醫生我這麼年輕 沒有血壓又沒有糖尿 怎麼會中風呢? 那時候醫生問小王 你有沒有吸煙喝酒不良習慣呢? 小王說自己自從中學開始 每天吸煙兩三盒 嘩!很厲害 每天喝白酒都要50克以上 即是很明顯 吸煙喝酒是小王的腦血管病危險的因素 當然要戒掉 中國有一個腦出中防治報告 在2018年 他說患腦中風的患者愈年輕化 為什麼呢? 腦中風開始盯上年輕人 醫生有三個結論 第一 他本身已經有些腦血管疾病 比如腦血管畸形 或者那個煙霧病 那些這樣的問題 即他本身已經有點缺陷 在這些外界的條件引發之下 比如過度勞累 或者過度情緒反應的刺激 容易產生一些神經反應的進移 導致血管發生出血 或者缺血引起重風 第二 就是跟著不良飲食習慣有關的 由你的飲食 那個吃煙喝酒 熬夜 那個壓力比較大 精神緊張 久而久之呢 就會導致血管發生不良的刺激 那麼呢 就導致提前患上一些 腦炎血管疾病 增加中風的發病率 那麼第三 因素呢 就是因為頸部血管的損傷 那就是激烈對抗的運動下會的 會增加腦部血管的損傷率 會增加 那麼一旦損傷了之後呢 極可能是發生了 血管急性閉失 或者是重度的核責 引致中風 就是這些過份激烈的運動也是有的 是 好了 那當然呢 腦中風的嚴重的結果是怎樣呢 那 就像神經所說呢 兩類 一種血血性的 即是失的 但是一種出血性的 那在腦臨床上呢 就那個腦緊失 即是失的那個是比較多些 嗯 那就佔大概八成以上 而出血呢 大概佔兩成左右而已 那當然呢 支援大腦血管堵塞 會導致腦缺血 所謂這個腦的緊失 通常呢 是那個動物血泉 或者動物血斑 或者動物硬化導致的 那相應的大腦功能區的缺血 會導致那個區的 區域的功能失調 表面呢 就會 表現為 好像所謂 感覺運動的障礙 嗯 就是動物血 和那個感覺方面的 是 無論是出血性中風 或者血血性中風呢 對精密的 的身體 那個中樞神經系統 都是一種災難性的 那嚴重的 可以短期內 導致呢 患者意識喪失 昏迷不醒 或者併發肺部的感染的 嗯 那即使急性 急性期的中風 沒有導致死亡也好 會對大腦各方面 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傷 損傷 例如不能夠說話 說話不清 肢體癱瘓 喪失行動力 智力下降等 這些嚴重的後遺症 那當然 中風是這麼嚴重 當然是盡早知道身體 有早期的 中風早期的跡象 及時就醫 對中風患者 是很大幫助的 是的 可以有什麼徵象 或者一些徵兆 可以讓我們聽眾 預防一下 或者早些去察覺一下呢 很明顯 很明顯 都不了解中風的 種種的先兆 就算先兆出現了之後 都不以為原 是完全沒有察覺的 大量的藍床經驗證明 只有少數病人 在中風之前 是沒有任何跡象的 其實通常都有的 絕大部分人 都會有腦部間出性的 缺血的表現 發出各種的訊號 譬如 頭暈 是 OK 中腦炎人的中風先兆 會反覆性那些 瞬眼間的緩緩 突然之間 覺得是頭暈 頭暈 那個事物旋轉 幾秒鐘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會察覺 可能是短暫性的 腦缺發作 熟稱是中風先兆 當然應該及到自主 如果有這個 突然之間暈 反覆持續性的出現 這些情況 要留意一下 當然有些人間足一次 幾年一次 那也不算 但如果你會反覆 經常都發現這些情況 就不要忽視它 肢體的麻木 中老年人出體 肢體麻木的異常感覺 除了頸椎病 糖尿病 也會有頭痛 緩緩 頭寵腳腔 舌頭發脹的症狀 或者有高血壓 高血脂 糖尿 還有動物硬化 這些歷史 應該特別要注意 要警惕中風的發生 或者是突發 或者是單變的 肢體沒有力 站得不穩 很快緩解後 要發作 要小心一下 不要說沒事了 很快緩解後 如果出現過 就要立刻小心 第三 眼睛突然發黑 單眼 單眼突然發黑 看不見 或者幾秒鐘 或者幾十秒鐘後 就康復了 醫學上 這叫做一次性的黑蒙 是一種中老年人 中風先兆 最常見的症狀 是因為腦缺乏血引致 是因為腦缺乏血所引致的 中風也有一個訊號 就是反覆 發作 緩魂 嘔吐 視野縮小 或者複視 就是double vision 這些都是一個症狀 是 好了 還有 第四 就是不明原因的跌膠 因為腦血管的硬化 會引起腦的缺乏 神經系統當然 運動神經失靈 可能產生共濟失調 或者平衡障礙 容易發生跌倒 有一種中風先兆的症狀 我記得最近一個病人也是 他說他經常不知為何會跌倒 突然跌倒 對 我問他是否滑倒 他也解釋不到 其實這個也可能 是一個血管方面 有些問題 第五 就是那個說話 是吐齒不清楚 當然 當腦血不足的時候 人體的運動功能的神經失靈 最常的症狀 突然之間說話不靈 或者吐齒不清 甚至不會說話 突然之間說話 時間短 就是持續很短 但當然 最常不會超過24小時 應該是少時 當然有時候 不明來因的口角斜角 就是傾斜 口齒不靈 或者身條舌頭也有少許偏 都要留意 沒錯 第六 就是苛謙不斷 就是打咸嚕 如果因為疲倦 睡眠不忠 所以打血 就是由於那個 腦腳運動眼花缺血 或者引起腦的組織 慢性缺氧的關係 亦都是中風的生肖 就是你為什麼打開血 因為你覺得不夠氧 對 你要薄味是吸去氧 這些都是這種中風的先兆 當然 當然 就是 要避免嚴重的中風發生 無論是中風的高危 是不是高危群也好 要完善 就要了解我們 心腦血管的相關檢查 也都 找一些專科 有些特別的工具 可以幫你進行這方面的檢查 除此之外 如果腦有什麼預防 平時也有什麼 尤其是已經知道有些事情 這方面 比如在冬季的時候 很多老人家喜歡神魂 但如果有高血壓 高血池或者心臟問題的人 在天氣寒冷的時候 中風的化病腦會高 當然如果沒有這些基礎疾病的老人家 如果氣溫突然下降 也會導致血管柔軟度下降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又加上情緒激動 血壓波動加大 也都可能導致中風 在冬季老人神魂的時候 應該做些什麼 要了解到 很多老人家以為 早上空氣很清新 可以涼 冷空氣吸一下 可以令到精神糾素 以為好些 其實這個觀念未必對 一般是在太陽升起之後 上午9點到10點左右 晨暈 那時候天氣沒有那麼冷 空氣的養份 也比較清晨要高一點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夜暗黑的時候 我們的植物 樹葉的植物 是化很多氧化碳的 因為它的化合作用 所以反而要在太陽之下 新鮮的氧氣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在仇暈之前 要注意頭部、頸部的保暖 以及熱身 要適當地 熱身之後 適當地才脫毛、圍頸之類 保持濕度 不要濕到出汗那麼嚴重 還有一組的人 就是那些加班的年輕人 經常加班、熬夜的年輕人 都有小心 要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方式 精神狀態比較好的情況之下 疲勞對加班的深夜 會導致身體健康造成嚴重的影響 工作效率會大大折扣 當然吃煙喝酒也要盡量減少 這種習慣對血管有很大的刺激 會導致機體提前衰老 所以一般老年人的病 會提前出現 這些是基本可以講得到 但是你知道 始終中風的問題這麼多人有 坊間其實應該開始有很多 這方面的儀器 是啊 早前我也有報導過 其實就是坊間很多醫生 現在有一些儀器 就是用來測試 我們那個大動脈 就是頸後面的大動脈 硬化的柔軟程度 而來推斷 會不會有阻塞 或者流血量 或者是會有爆裂的情況 而是你中風的機率有多大 但是在我們大康前的康中心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引入了一部新的儀器 就是好像我們普通的一個血壓計 那樣的 也測試我們在左邊手臂上面 拿到的毒素出來的 就是指數出來的時候 你看看我們的心臟那個泵 那些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在那份報告裡面 都可以反映到 我們那個老的動物品 那個硬化 或者是那個流暢信 是有多大的 這個都可以 是用來做一個 很有效的一個 預防的一個檢查 令到我們大家可以 就是不需要 可以提早一點 就是知道可以預防到 會不會有中風的機率有多少 這些東西這樣 那這個就是在我們的 大康自營健康中心裡面 也有做得有這個的 的試驗的 那些就之前我看到的報紙那裡 就是可以說有些那個 就是用那個大動脈 其實他們現在其實都在招募 做一些的 就是做一些的數據 這樣這樣 招募回去做那個 測試看一下 看一下那個 心血管那個問題的 情況來做一個 一個研究的 是的 他就說是幫助於預防 是一些 腦疾病的 那些的檢查這樣 好 今天我們也都很感謝 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阿余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阿余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 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麻煩你去野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